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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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my shit that's my wave Do I dare to never repay Don't be scared I ain't afraid Just like that come my way Halon hello 今天是我来手艺的第三天 又在敷报什么面膜 因为这里真的很干很干 大家有没有看过上一条手艺Vlog 这是我前天到That outing 大雨到你可以开始过 像一些红雨 但是他的调译 Але本来是不会下雨 我们今天就会到新沙东 午餐和晚餐都會在那裡吃 中間我就mark了很多間店鋪要去逛 所以我也很感恩 今天是沒有下過魚的 因為我們在室外的時間都佔了多少下 我經常都覺得新沙凍是一個很潮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穿了黑色衣服 穿完之後就覺得自己很新潮 但其實我們一點都不新潮 今天的lunch就來了這間湯飯店吃 我不懂韓文所以去過名店我就不知道 不要問我 牆上面掛了很多煲果 是因為這間店有很多明星光顧 他們吃完之後就會簽名在煲果上 所以這間店就有這麼多煲果 然後現在人們經常叫這間做明星湯飯店 盞燈不知道有發什麼神經 搞得我畫面好像撞鬼 我本人是可以嚇得的 我不怕 所以你們也不要害怕 我們全部人都叫了最出名的款 就是泡菜豬肉湯加白飯 我們其實是四個人 我們就叫了三碗都吃不完 然後來到韓國 當然要每餐都要喝米酒 那幾天我瘋狂到 只要那間餐廳是沒有米酒 我就覺得它不是一間好的餐廳 大家都不要太認真 我只是說笑而已 這個就是泡菜豬肉湯 其實我沒有說覺得特別好吃 因為根本就是我自己都煮得到的東西 我見韓國人是會把那個湯 然後逐筋逐筋慢慢的放在碗飯裡 而不是把整個飯放在碗湯裡 所以我就跟著做 雖然這間餐廳是主打這個湯飯 但米酒才是這個靈魂之醉 反正酒我就喝完 但湯飯我就吃不完 吃飽呢 就到下午的 我們逛街環子 雖然說不會下雨 但你拍片都可以看到 那天景陰 一些太陽都沒有 但也好 起碼不用那麼曬 我們的第一站 就去了這個Gentle Monster 但其實香港也有得買 純粹覺得這間店很美 然後店裡有很多類似藝術品的擺設 其實我們進去都不是真的買東西 是想讓自己的自有感覺良好些 表示自己很看得懂這些藝術品 還拍了很多照片在Post這個Instagram 但其實自己一點都看不懂 然後我在這裡找到唯一的樂趣就是 戴這些奇怪的眼鏡 然後不斷在拍照和拍片 表示自己其實在這間店裡也有享受過 接著我們去了這間香港也有的A-Land 我發誓 我裡面真的有努力過 但真的一件衣服都買不到 我覺得走A-Land 簡直是這一天最悶的環節 最後我們就受不了 去了找這個Fairy Big Jennie打卡 我們幾個人的心態就是 只要我們可以在這個位置 拍到一張漂亮的照片 就可以在這個Janny的美貌上 沾一點光 但其實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 因為我們幾個都只是一個犯人 但我來這間店的目的 也不算說真的那麼膚淺 雖然也是打算拍他這些類似藝術品的擺設 by the way 這隻馬是會動的 我忘記了我剛剛說到哪一遍 我正在說我的目的 因為我最後真的有買到一些Hand Cream 送給朋友做手信 你們來到的話都可以試試Fairy 這個味道 我經常都會被他們的改名吸引到 可能其實我也是一個很膚淺的 覺得拆完之後 那個人就會很有Fairy 很有氣質 誰知道我走了之後 我才發現 我想拍的那張Big Journey在店舖的零一邊 好了 接著我們就去了這間 在韓國都少有名氣的鞋店 他們主打就是不同顏色的涼鞋 和高跟鞋 他們的高跟鞋真的像他很穿 我有一天在韓國穿著他 逛了全日 腳都沒有痛過 走完之後 當然要找一間咖啡廁 這間的名字就叫做Friends Soul 其實不是路過見到的 而是我真的計劃了要去這間 上網看它好像教堂那麼漂亮 但是上網的東西都是不可信的 你看看 這個就是上網和現實的分別 不過都是這樣說 其實它裡面都挺漂亮的 它有很多層 樓下可以叫咖啡 樓上可以叫酒喝 我們就隨便找了個角落頭 就坐下 我們叫了它很Signature的Latte 和三款不同味道的Bread Pudding 有香蕉味、蜂蜜味 還有Cookies and Cream 如果硬是要排次序的話 我覺得最好吃應該就是香蕉味 跟著就是蜂蜜 然後那個Cookies and Cream 吃得好像怪怪的 其實我們現在坐在這個位置 真的不是隨便找 你看看畫面多漂亮 左邊有鏡子和植物 右邊有個窗 光線充足就拍什麼都漂亮 然後我們就這麼快 就清掉所有的食物 然後就休息了一會 其實逛街也挺累 我算過平均每下五分鐘 我就可以消耗到25卡路里 限個小時就是300卡路里 但最可悲的就是 我剛才的Bread Pudding一見 都不止300卡路里 吃白了 就去了旁邊這間 想來住很久的店 裡面的衣服全部都很漂亮 但其實純粹來這裡 都是自我滿足一下 那些什麼黏了 當我買了Friend 因為它的衣服其實不便宜 但這個樣子都事小 重點是我們根本就穿不下去 跟著我們還在說 我們來這裡看衣服 根本就是跟自取其肉 沒什麼分別 然後我要分享給大家的就是 我們好像裝櫃 因為新沙棟這邊很多中古店 我不在說這間的店名 你想知道呢 就私底下問我 當我們進去那間中古店之後 我們全部人都感覺到 裡面的氣氛很陰 好像感受到有東西在我們附近 那所以我們就決定走了 一出店舖那一下 我們全身都起了雞皮 所以我們就猜 可能它的衣服的來源不太好 那是什麼我就不說 然後就到了晚飯的時間 我們今晚就是吃這間 新沙煎餅 大家來吃的話 記得要戴護照 它很嚴重的 如果你沒有護照的話 是不可以進去的 想說這間絕對是一間蠔的餐廳 因為它有米酒喝 而且是有蜂蜜 所以它很好 其實這間餐廳主打就是他們的蜂蜜米酒 那些食物都是其次 那些人經常都說女人是水族 但我在韓國那幾天 我全身都是充滿著米酒的血液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一些 遇到好的東西不懂得分享的人 所以我們就決定一人一瓶米酒 說笑 其實我們之間是很有愛 不過每個人喝一瓶是真的 這個就是薯仔煎餅 餡就是芝士 餐廳的主要是主食你要點人頭的數目 因為我想他們都很清楚知道 他們的食物真的不是很好吃 所以為了避免人們不要只來喝米酒 就設了這個規矩 跟著我們還點了一個 天婦羅的蔬菜瓶盆 還有一個有蝦的蔬菜煎餅 我現在有點懷念那種墮落的生活 每天就是喝米酒喝醉 喝到天分地暗 什麼都不用管 但我代價就是回到香港之後 發現自己重了三公斤 還有我女兒好像有點生氣了 為什麼我離開了她一個星期 然後我新買回來的韓國衣服 就繼續放在衣櫃裡面 因為全部都穿不下 所以大部分的快樂都是需要付出代價 接著我們就聚聚地 沖了入自拍館 已經不太記得那晚吃完之後 我們做了什麼發生了什麼 然後這個這麼墮落快活幾天 就這樣就完了 好了那我先認真 那你喜歡這條影片就like這條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見啦 拜拜 我們下到晚了 我們下部的影片 稀來烹谷 大家可以調 overwhelm 也是 我不更認真 可是候選人